为了解决埔里地区自来水用水的问题 自来水公司埔里营运所 日前规划在西南里一处现有土地 开找两口井 但由于此处土地 已规划为仍爱乡千村用土地 土地拨用也碍于法规无法进行 为了解决土地的问题 日前建议员王彩云以及廖志成 也邀请自来水公司 县府原民局 国有财产署以及陷阱局到现场会刊 希望寻得土地拨用的办法 解决埔里地区缺水的问题 那目前我们埔里地区 大概每天大概平均 大概要两万七千吨的自来水供应量 那由于我们埔里地区是一个观光地区 所以在用水需求的尖锋时期 大概会到三万六千吨左右的这个需求量 埔里地区大概供给剩余的水量 大概不到一千吨 也就是但是因为我们埔里地区有地势高低 也就是因为这个因素 常有水压不足的现象 县议员王彩云表示 埔里地区因为自来水缺乏 在自来水公司的建议之下 要在埔里交通队旁找警 而这次会看主要的目的是要解决土地的问题 现在也初步达成协议 希望自来水公司能够紧速完成行政程序 早日完成水井试做解决民生用水问题 主任来到我们埔里非常认真也非常用心 拜托本席跟警察局还有原民局来沟通 那当然警察局还有原民局 但那个局长他们都没问题 为了民生用水 所以今天特地的办这个会刊 就是要确定要找警的位置 还有一个波用的问题 那今天国产署也有派员来 那大家都很全力的配合 那我想在近期内 我们埔里地区的民众用水就会改善 县议员廖辞臣表示 埔里地区有许多乡亲无自来水可用 感谢自来水公司能够为乡亲民生用水寻求解决方式 也希望今天会看后能够紧速来完成 让乡亲早日有自来水可用 包括管警察局 包括国有财产局 包括我们自来水公司 可以取得一个公司 这两口诊如果拆好之后 可以供应一口诊 可以清白河的民生用水 两口诊三千六 可以说这对保利现出时 欠水是一个很好的 可以说来解决 欠水的问题 所以说在这里也要求 我们这个现行杂局 趕快可以来做一个配合 可以做一个分割 这两口诊三千六 来让国有财产局 来说对公 来让乡亲民生用水 快可以来策诊 快来解决 我们的民生用水的问题 副议长潘一全感谢自来水公司的用心 也期许相关单位能够紧速来协助办理土地取得 早日解决普里地区乡亲民生用水的问题 记者称为一普里采访报道